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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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四种供养 这是如法的 这四种供养里面就有医药 由此可知 对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跟饮食没有两样 四种供养第一个就是饮食 第二个是衣服 第三个是卧具 这个人需要睡眠休息 我们今天讲的普盖卧具 第四是医药 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 最低生活的水平 这四种东西不能够缺乏 由这四样东西 身心就安稳了 所以身安而后倒冷 才能够安心修道 那么也常说呢 说法轮未转 射轮先 也就是要想学佛 必须先有个基本生活的条件 让生活能过得去 没有忧虑 这样才能够安心修寻 那么可见的医药对我们人生实在是无比的重要 那么疾病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我们应当要有这种知识 佛法将这个疾病概略地分为三大类 这个病是很复杂很复杂 三大类包括精 第一类是生理的病 中国应于所谓的病从口儒 祸从口儒 这个是讲生理上的毛病 大多数是与饮食有关系 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谨慎 不能不讲求 所以讲求的是卫生 那么再有一种风寒感冒之类的 如果对于饮食 对于寒暑 这个衣服的症犍 能够调善的很好 就能够避免生理上的毛病 那么世间人饮食讲求卫生 主要知道卫生 就是保卫生理的健康 佛法里面说 我们这个身叫色身 色身就是物质 物质的色身 保养 那就懂得卫生的这些常识 减少疾病的感染 第二种的疾病 是属于情绪的 那么这个常识 许多同修也能够理解 情绪不好 容易生病 所以这个情绪之调和也非常重要 事出世间的教训 对这个都注意到吧 你看儒家的教训 他这个教训的手段 在用礼乐 用礼来调生 生活起居都在礼里面 现在人已经不度古礼 度古礼的人知道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每一个月两个节气 哪一个节气吃些什么东西 对生理上健康有帮助 古人讲究啊 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吃的 不是乱吃的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容易得病 所以现在人呢 这个奇奇怪怪的毛病 从哪里来的 多半都是从饮食跟情绪上来的 情绪不安 容易烦躁 都是得疾病的根源 那么这一类的兵 儒家神用乐 用音乐 让音乐歌唱 能够发泄 你的情绪 使你情绪能够得到忠和我 那是最健康的 儒家讲忠和 佛法讲忠道 这个才是最健康的 那么情绪里面 包括这些烦恼啊 烦恼是属于情绪啊 佛法也是用的这个方法 你看佛法用戒律来调生 佛法 佛家的影视齐居 也包括在戒律之中 这如佛非常洁净的 这个如重视乐教 佛法也重视乐教 佛法里面有凡辈 他重视音乐 不但重视音乐 在大乘法里面还有歌 为什么呢 调和性情 他是属于教育 所以并不是以娱乐为主 他是以教育为主 教育跟娱乐集合成一体 主要的是在教育 用娱乐这个作为手段 这个理念 辱佛都相同 所以我们要知道疾病的根源 那么在情绪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根 贪嗔的贪嗔趋 所以佛法 称这三样 叫三毒 这个三毒 要用现在的话 三类的病毒 这是给我们带来疾病的 真正的因素 三毒烦恼重的人 容易生病 而且容易生很严重的病 很难治的病 这是我们讲疾病的根源要找到 另外一类的是冤家寨主 找到身上来了 只有这种疾病 这个疾病很麻烦 过去是冤家寨主 像诸位舍佛的同修 你们都曾经听过 佛门这个忏悔法里面有三味水灿 三味水灿从唐朝时候物达哥斯而来的 物达哥斯得了个人面疮 那是要他的命 所以这个病不是生理的 也不是属于心理的 是属于冤家寨主 这类的病 只有用调节 所以伍达哥斯的运气算不错 遇到加诺加尊者 这是一个阿罗汉 由他出面了 来调节 把这个冤结化开 冤家寨主 离开了 走了 他的病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疾病的根源有这三种 如果是生理上的病 医药可以治得好 冤心债主的病 一生治不好 所以这超度就有这个力量了 超度就是调节 假如超度 这个佛斯对方要接受了 想想这个恩怨的报场 彼此互相抱来抱去 没完没了啊 总不是一个好事情 不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他一觉悟就算了 就接受调节了 这个病就能好了 假如碰到对方非常万顾 不接受调节 那就没法子了 不过一般来讲 大多数是会接受调节的 不接受调节少数 那么这是这一类病的治法 第三一类烦恼习气的病 那个就麻烦了 这一类病 要在佛法里面讲 修学的功夫 断烦恼 断烦恼 断习气 破无名 那靠功夫 不断烦恼 不使别人呢 能够帮你治得了 这个三毒啊 是真麻烦的 是真麻烦的 诸位要晓得 六道众生的 六道众生的病根 这三样东西要不写掉 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在六道当中 在六道当中 你要是深道三善道 想人天佛报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三毒烦恼啊 暂时起伏住了 没其作用 不是没有 有啊 暂时前伏住 什么东西把它伏住呢 定能够伏住 你看这个天人 天人从夜摩天以上 就修定了 定能够伏烦恼啊 越往上面去 到四界天 到五色接天 他这个定功越深 定力越强 扶这个烦恼的时间 越长 他这一段时间 不会发作恶 而越界 层次第一点的心 像四光天 套离天 来处于夜魔斗衰 还有一种力量 佛报 他修的有福 所以福啊 也能够把这个病毒 暂时控制住 暂时控制住 他有福报 这个病毒暂时 不会发作 就这么个道理 就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人不能不修定 不能不修福啊 佛教给我们 佛会双修啊 定 只能够控制 不能够断根啊 怎样才能够断根呢 要开智慧 灰能够断根 灰能够把三毒烦恼 转变成菩提 会才能转 定不能转 定只能控制 而不能转变 开会啊 所以叫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大车大悟啊 这个时候就转了 转烦恼成菩提 转生死为涅槃啊 转烦恼成菩提 是转因 转生死成涅槃 是转果 因果都转 我们学佛的人 对这个基本的常识 基本的道理 一定要认识的很清楚 然后才知道 为什么要修福 为什么要修定 为什么要修慧 福定慧 对我们生活来说 关系太大了 你能修这三种啊 你才真正呢 有幸福 美满 自在的生活 你这三种都没有 你的日子就过得很苦啊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 所以这三样的 真正能够 治一切病 包括生理的病都能治 冤业的病也能住 也能治 你看看 你一个大佛报的人 那个冤家寨主碰到他 哎呀他现在佛报太大了 不要去碰他 等到倒霉的时候 再找他 所以你有福的时候 冤家寨主也让你三分的 不敢来找你啊 那你有定有会 那更不必说了 所以诸位要想到 这个力量才大了 那我们是修佛 佛到哪里去修 这是我们情而言之啊 从近处来讲啊 世尊告诉我们 有三类佛天 让我们重福啊 第一个佛天 叫恩天 与我们有恩德 那是指的什么呢 父母 孝顺父母啊 是修佛啊 孝顺父母 这一句里面 意思啊 无尽的声光 如果你要不学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什么叫孝 怎么样才叫敬孝 你不懂啊 平常跟你说说 你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原因在此地 没人教你啊 那么我们偶尔在讲经的机会里面 给诸位热热地提一提 这个短短时间 提示这一点实在讲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去求学 要去问道 请教这些高明的人 向他请教什么叫孝顺 怎样做到孝顺 你真肯舌 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到处就餐舌 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然后就可以落实到生活上 首先要知道孝 这个字真正的含义 这个字真正的道理 中国的文字 我们常常赞叹 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 这个我们相信很多同修 也都能够体会到 中国文字是艺术 里面的境界很高 文字的构造 充满了智慧 中国文字的构造 有六个原则 古时候称作六书 孝这个字 在六个原则里面 是属于会议 让你看到这个符号 你去体会里面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 仔细看看 上一半呢 像个老字 下一半呢 是子 你想想什么意思 这意思很明显 上一代跟下一代一体 不是二体 一体 这个孝的概念 孝的道理啊 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那么你从这里再往你的意思 更深地去体会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两代 故去无始啊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啊 不要太好 遥到我 不要太好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不敬上一代 就不尊重自己 人常常讲 你要自尊自爱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符号 它里面所真正的含义 是包括了虚空法界 树地讲无始无踪 恒地讲 尽虚空变法界 这是一个符号 这个意思要是在佛法里面 那就是佛家常讲的 大总持法 是一切法的总纲领 我们今天华严经 经题上大方光佛华严 就是一个孝子 你能处得了这个范围吗 所以 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自己 是一个整体 绝对不能够分割 那么我这个善 全体就善 我造窝 全体就窝 这个是孝子里面所善的真意 真实意 因此落实在生活上 我们要养父母 万无量寿经三福 第一句 孝养父母 孝是讲孝道的理论 孝养父母 羊落实在生活上 羊就是落实在生活上 就是小 羊反为光 不但是要养父母之身 父母的物质生活 要尽心尽力去照顾 还要养父母的情绪 常讲养父母之心 这个心是讲 他的心情 要让他心里面快乐 你不能让他烦恼 我知 样样都照顾得很好了 父母不开心 天天忧虑 天天生烦恼 这不小啊 你的父母为什么孙烦恼呢 小时候 上学不好好的用功读书 父母孙烦恼 平性不好 父母孙烦恼 不听老师的话 父母孙烦恼 天天跟同学打架 父母孙烦恼 那真正懂得孝道孝亲的人 这些事情都不能做啊 要好好念书 要修养品德 要同学和睦相处 尊私重道 老师父母开心了 欢喜了 十一月完成 踏进社会 所以 在家里面是好儿女 在学校好学生 在社会好公民 这才算叫养父母之心啊 有德行 有学分 有才干 为社会 为国家 为大众 服务 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 你父母就有光荣了 祖宗也就有光荣了 永宗要祖啊 这是养父母的心啊 随孝子 不但是 不敢做一些 危害社会大众的事情 连念头都不可以起啊 起这个念头 对不起父母 让父母忧虑 第三呢 养父母之志 父母对你的期望 当然 故人跟经人呢 对儿女的期望 不一样 这个 纯粹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古人读书 志在圣行 所以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是什么 期望他将来做一个 圣行君子 从前父母之志 是如是啊 做圣人 做贤人 做君子 流芳百世 从前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现在不对了 现在这个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就能赚大钱就好了 你说这还得了吗 甚至于做父母 给儿女起名字 起上外国名字 就是在古人 要是看到的话 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做成外国人 不要做中国人 这在古时候叫大不孝 苏蝶亡忠 那还得了啊 从前父母给儿女命名 那个意思很深 命名 父母对儿女的希望 希望你将来做到一生 做到明福去使 那是父母之志 等待活化的人 那更殊胜 希望儿女做 希望儿女做菩萨 做佛 他是佛菩萨的父母 那怎么会一样呢 那么由此可止 入无家的教学 全体都不能离开一个孝子 再看佛法 圣方三世 一切如来的教法 也只有一个孝子而已 还有什么 所以罗佛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那么中国自古以来 国家立国教育的精神之所在 就是一个孝子 所以中国古圣先王 一孝之天下 你看看立在帝王 不管他是真的孝 是假的孝 他死了之后 诗号里头都用一个孝子 帝王要做到孝道 给别人做母贩 做榜样 你看这个意思多深 所以 做儿女的 做子弟的 我们一生的生活行持 换句话说 尽孝而已 我这一生生活 为谁合着呢 绝不是为自己 是为尽孝 从孝顺父母 然后扩大 孝顺一切众生 佛是这样教我们的 儒家也是这样教过我们 范仲彦先生所说的 老无老 以戒人之老 幼无幼 以戒人之幼 这一生为谁合着 为道统而合着 圣贤之道 为这个而合着 为这表演这套 为一切众生而生活 所以确确实实 学为人死 行为师范 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 这个孝道落实 从你起心动力 言语造作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能不能给大众做好样子 不能做好样子 你就是不笑啊 笑到没有做好 给主说 你就不忠啊 就不仁不义啊 那个笑是根啊 所以古时候 言语里的长江 求忠臣与孝子之门 顾家宣言把人才 古时候帝王 任命地方的官吏 这些官员 来帮助他 治理这个国家 造福社会 他这个人才 选拔的标准是什么呢 汉朝 丁丁丁的制度 笑脸 两个字 你是个孝子 国家用力 放心了 你一定会尽忠之手 你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 为什么呢 你不尽心尽力 你对不起你父母 对不起你祖宗 李渊杰就不贪污啊 所以古时候选拔人才 这两个标准啊 先看你 是不是孝顺富裕 再看你的时候 是不是廉洁 如果有这两个字了 地方官员就把你选拔出来 保送给国家配养 所以那个读书 自己不要拿钱 国家来养你 国家来养你 来培养你 你的学业完成之后 你提国家服务啊 所以中国古时候 不是没有选举 也是选举 不过那个选举 不是民众选举 是地方官吏选举 是地方官吏选举 他的选举 私访 穿上便服 到处就打听 打听小子 这个在古代 这个地方官员 特别是地方的首长 像现在讲的市长县长 这是政务官 他们的政级 最重要的就是替国家宣拔人才 他其他的这个政事办得再好 如果三年都没有替国家保局一个人才 他那个官就没法做 他那个官就没法做了 就保不住了 所以国家是把悬拔人才啊 列入头等的重要的大事大事 所以古时候 尽心受赏赏啊 你替国家宣拔闲人呢 国家最高的奖赏给你的 最高的赏赐是替国家推荐闲人的 所以古时候很多制度啊 非常好 在现在民主时代里就反而见不到 所以说老实话 第二我很喜欢呢 生在帝王的时代 帝王讲理啊 不讲理他就亡国啊 他的政权就会被别人呢 推翻了 一定讲理 那么由此可止 这个孝子就能治一切病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福田吗 第一个就是孝养福 恩田啊 知恩报恩啊 这恩田 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 学佛的人一定要认真做到 现在社会把这个忘掉了 如何启发他呢 一定我们自己做一个好榜样 提倡孝道 最重要的要提倡祭礼 你看中国古礼里面 祭礼是列在第一位 祭礼祭礼祖先 春秋祭祀 水帝王有家庙 外信有宗祠 有祖宗的祠堂啊 那是代表孝道的发床啊 孝道的树梨啊 孝道的树梨啊 还存在 孟游被灭亡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纪念祖先孝顺父母啊 这个是做人修行成佛的大根大本 那么第二种佛题 今天 恭敬敌敬 今天的对象是谁呢 今天是三宝是老四 你看 校养父母奉死四掌 在今天啊 三宝是教育 不是宗教啊 我们称佛 称本思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根本老师 是佛教育的创始人 我们修学佛教育 我们修学佛教育 对于创始的这个老师 感恩 永远不忘啊 永远不忘啊 这个教育 是世出世界 至善圆满的教育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至善圆满 主想想这四个字 我们要认识 我们对于这样的老师 怎能不感激 我们懂得孝道 老师教的啊 为老师教我们怎么会知道啊 我们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啊 懂得这么深刻啊 都靠老师啊 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 为报答老师之恩 这个叫敬天 报答老师的恩 跟报答父母的恩 在形式上就又有一些不相同之处 一定要把老师的教诲 老师的教学 自己认真去做到 这个叫奉司司长啊 佛在经上叫我们要做的 通通做到 叫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做 这才叫奉司司长 绝对不是 素一尊佛像在那个地方 天天给他烧香拜拜 磕头做意 求他保佑 没这个道理啊 在他面前烧一炷香 表自己的敬意 这个香表什么 我相信老师的话 相信老师的教诲 香叫信香 表信的 又表界定真香 那个界定是真干啊 真正一教奉行啊 所以一炷香是表这个意思的 我要一教奉行 不是那只香烧了拜拜 他喜欢 让他闻个好香 哪有这种道理呢 你想拿香去熏他 还有人烧香一大把一大把的 恨不得把他熏死 就是说 多大了吗 那完全错了嘛 意思搞错了嘛 你想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 香烧多了 空气都污染了 那都很难过啊 这个这种态度 能对老师吗 那能是恭敬心吗 所以一定要明理 要懂道理 我们这个行持上才能如法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一教奉行 那么佛教给我们 见法床 言辞便 这个都是报老师恩的 所以古时候 佛家的四种弟子 到处建立道场 劝化众生 道场灵力啊 道场就是学校啊 都要懂得 从前的道场是学校啊 我们今天的居士林 大家看的不错了 最近每一个人我看 从上到下 从我们五楼到底下了 还有每一个人都发席充满 一片兴旺的气象 很难得了 这道场嘛 可是跟古人道场比呢 差一大街 古时候的道场 每一天八个小时讲经啊 我们一天才两个小时啊 不过也算是不错了 古时候这个念佛呢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讲经 八个小时念佛 要注意禅堂的话 八个小时参禅 所以他的功夫不间断了 那么现在我们讲经的时间比较少 念佛的时间加多也行 也能够扯平啊 尤其是诸位将来这个念佛堂啊 这个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那是真正如法道场 真正是世间第一道场啊 诸位如果要听过我早年讲经 我从来没有劝人见道场 也从来没有劝人 军心道场啊 我没劝过啊 所以我得的这个果报是 我没有道场 因果报应嘛 可是 因为大场啊 为什么不劝人呢 就看到现在有场没道啊 所以那些钱呢 我也收过 就说了都是得罪人的 那个钱很可惜啊 都埋着地底下去了 都不起作用啊 都不起作用啊 所以我劝同修啊 印金 我自己也如此 人家供养手 通通印金不识 印金 帮助疾病 看到有病苦的人 要救急他 我做这个事情 第三个是放生 吃素放生 我到处啊 劝人家干政 从来没有劝人呢 去搞道场 去捐献道场 没劝过 这个道场建立的时候呢 我们要劝人捐租了 为什么呢 佛宝大了 佛经里面讲啊 供养佛是第一佛天啊 对佛菩萨布施 那所有佛天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佛天 固然呢 每一天能维持两小时奖金一年到头不中断 念佛堂天天有人念佛 念佛不中断 这是真正的道场 我们要想种佛 要到这里来种佛啊 这个地方捐信一块两块一毛两毛 是真实功德 因为它是真正的佛天 你在这里种了佛 古堡不可思议啊 所以在此地 我讲的话没错 我说祝佛菩萨供养祝佛菩萨 无比的殊胜 在此地 一束鲜花一展相有 都是无量共同 鲜花的果报 生生世世 容貌端正 共化了 共有啊 开智慧 这是剥弱智慧 必定能够生气 谢谢